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期我是谈到了孔秋 他作为一个人 他基本上编辑了我们皇下民族 作为一个社会也好 作为一个国家也好 作为一个民主也好 他编辑了我们的巨因 基因 使我们成为一个具有斯德格尔姆综合症的巨因之国 后两个词都是现代的名词 斯德格尔姆综合症和巨因之国 应该说这是我们皇下族身上的一个重症 治疗这个症需要拿现代文明的解药来 有的朋友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呢 他们留下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我也在吸取这些建议 并且能够追求精益求精 为大家奉献出更好的节目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谢谢 那么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来说清楚一个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推特上或者在优酷视频中提出了这个恐求的问题 第一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两千多年来这个问题是不能碰的 它是一个作为绝对真理的存在 第二个是呢 我之所以去反对恐求崇拜 反对恐慎崇拜 我并不是反对孔宗尼作为一个东周时期的人 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存在 我不是反对他的个人行为 而我是反对把恐慎作为一种道德标签 作为一种政治道具 甚至作为一种洗脑的道具来使用 我是反对把恐慎作为一个政治道具 一直使用到今天这样一个恶果 我们每个华夏人都承担了 并且我们每个华夏人现在身上就具有这种恐慎崇拜 恐慎崇拜留下来的一种烙印 也就是博洋所说的中国人的立根性 请大家考虑一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并不是反对 对不起 孔宗尼本人他作为一个没落贵族 作为一个当时路国的一位大夫 甚至是作为周游列国的一位传播自己学说的学者 不能说是思想家 再作为一个有自己独特见解的 想做教育办思学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我们的后代把他无限的捧大了 把他称为万思表 甚至给他加了很长的名号 他的名号非常长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孔秋崇拜是导致整个皇下病入下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是问题是孔秋它并不是平白无辜的崇拜就起来了 它是有大一统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是汉武帝独尊卢术罢出百家的一个结果 我当在前两集中已经砍过这个问题了 当时汉武帝他也不太了解卢家 他也没有读过卢家的所谓的经典 当时应该已经有仁与和春秋了 他应该是可以去从当初的学术环境中去了解一些卢家的学术体系 但他看重的是卢家的这个三纲 他觉得卢家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个君为成的 因为他是君 他希望的是刘家的天下能够知道永远 他做的是跟秦四皇的一样的梦 但是这个梦是他刘家的美梦 是所有天下百姓的噩梦 这个梦是韭菜族的噩梦 所以可以说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做这样的梦 所以这样也造成了孔秋的这套理论体系 是一个不断试错的重复陷阱 大家听不来我的话了 一个不断试错的一个道德陷阱 也就是说 商纣王是吴德是天下 夏节吴德是天下 然后周幽王吴德是天下 秦二是吴德是天下 但问题是在于 无论是后面的隋阳帝还是后面的从中皇帝 还是元顺帝 还是宋徽宗也好 问题是在于 究竟是不是这些统治者没有道德失去了江山社稷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于的是我们如何来考量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通过现代政治学原理 可以知道这是因为这个社会不平衡 是因为社会发展受阻造成了流动性的问题 它必然导致底层造反 但当时我们华夏没有这种政治学 华夏的政治学是零 我再说一遍 华夏的政治学和零 是跟这个哲学一样是零 是吧 17世纪约翰洛克写政府论的时候 我们华夏还是处于这个明末 新初的这个交替时期 可以说我们华夏的政治学没有起步过 之所以让共产哲学能够在 共产也不是哲学 它是一道邪说 能够在华夏肆虐 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大部分华夏的学者 它没有这个政治学的能力 没有分辨能力 那么我今天讲的比较乱 我现在把它拉回正题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 这个孔秋 它是一个不断试错的道德陷阱 它是一个孔圣人的一个洗脑道具 我们要注意这种东西 因为在华夏的2500年 它是一个真理 它是一个神 这个是不能碰的 如果是对孔秋 有五列之词 那也是杀生之祸 我指的是在传统社会 是在这个有帝制的时代 因为帝制的护甲 神就是孔秋的君为称道 这个我已经分析过了 我今天主要用赛亚的时间 我先跟大家来讲一讲孔秋最重要的轮理体系 它的轮理架构 我在推特上写了这样评价的 孔秋的轮理架构使中国社会长期处于一个不断下行的乙群社会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又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给大家说过一句话 有的朋友说以后是不是孔秋 我告诉你以后不是孔秋 以后是每个王朝的家长 是每个王朝的宗室 比如秦朝姓银 汉朝姓流 然后宋朝姓赵 唐朝姓李 这是他们的以后 这个以后是做不长的 因为要改朝换代 那么孔秋是什么呢 这个孔色人就是这个雨血 是这个社会结构 我希望大家能听明白 孔秋它不是以后 它是制定这个规则的人 我甚至引用了美国科幻片 《我机器人的三大机器人定律》 给大家解释过了孔秋的三个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第一 君为成钢 君既是绝对真理 这是机器人定律中最重要的 也是雨血定律中最重要的 所有的社会分子 所有的公义兵义 蚂蚁都是为以后服务的 那么以后的功能只有一个 是繁衍后代 所以皇帝的功能只有一个 别以为它是管理社会 没有 皇帝它唯一做的就是消耗社会 它让社会的管理越来越混乱 它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皇室江山繁衍下去 所以华夏的本质是一个升值取向的东西 这个故事在前面讲过 我这边不再重复了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条 君为成钢 君既绝对真理 现在有了这个之后 其实华夏有两套真理 一套真理在孔秋那边 是自定君为绝对真理的真理 第二套真理就是现世的皇帝 因为孔秋已经死了 它是一个道具 是一具神像书在那边 但是真正能够说话的人 说真理的是甚至 是精口预言 就像今天我们说习包子一样 包子叫习主席金句 在那个强博来接着上 不用 大家也去看我 就是说现在习主席 他的包子已经是包子地了 我们不是戏称吗 庆丰七年 今年是庆丰七年 对吧 这是他的第一个定律 第二个定律是 富为子刚 这个定律决定的 传统华夏社会 是一个中法专制的社会 它是讲究代际之间的 一个绝对控制的关系 但是不能违背第一条 这个我在前面讲过了 君为成刚是第一原则 如果说你闺女做皇后 那你父亲是要下跪的 第三个是 富为七岗 就是决定了男女性别关系的 这个关系决定之后 其实它造成一个 非常恶劣的结果 我在前面分析过了 中国从此变成一个男权社会 中国的女性 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 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也没有上街 也没有去唐阿强的机会 别以为中国传统社会 是一个田园子华 你别那么想 在我的眼里面 中国的传统社会 是一个不择不扣的大监狱 加文字鱼 是一个非常压抑的社会 孟德斯就在论法精神上策中 是这样评价中国的 当时中国是处于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是乾隆时期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中国是一个 专制的政权 是一个专制的政府 中国专制的手段是恐怖 专制的目的是沉默 我觉得大事就是大事 他一语就说错 就说破了 这个文字鱼之所以在华夏 兴盛两千五百多年 他重要的是消灭不同的思想 所以我有一个推论 就是在孔秋的这三纲 这个伦理的控制之下 华夏两千五百年 是不要希望出现哲学 或者出现科学 他甚至连练思想都出不了 为什么 孔秋的智商是一个很低的人 我在前面说过了 他的智商就是两千五百年 华夏所有人智商的天花板 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超过他那就是 你就被送到火星上去 明白我的意思了 你就要死了 因为他是神 那么我再来说一下 这个三更的一个 内在的逻辑的一个背影 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 有的朋友现在还在 网上推销他的恐秋 推销他的仁义 推销他的仁义自国 那简直就太美智商了 我再说一遍 现在再去想孔子之外 万字丝表是一个智商的问题 因为他既不是万字丝表 他只是一个政治道具 用我们的话说 孔秋是中国古代的马克思 是中国古代的教皇 当然还有个世俗权力 这个世俗权力就是君主 朝代不一样 君主翻了很多 中国有九十多位皇帝 正统啊 正式上 还有就是问题是 还比较严重的 因为这个教皇 它是一张皮 这个皮是可以水来套来用的 因为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这是非常阴险的一套 邪教社会的管控手段 大家好 是不是 就相当于某个教一样 某个圣人 圣训一样 我没说什么教啊 大家说清楚了 他已经去世一千四百多年了 但是他的圣训 依然是指导今天十几亿 这个宗教人的生活指南 这十几亿人是生活在 RSD世纪 但是他要接受 七世纪的人的指导 所以很多事情都解释不清楚了 比如上汽车的时候 先用左脚还是先用右脚 下汽车的时候 先男人先下女人先讲 这个圣训理没有啊 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这个宗教的人 最好还是退回七世纪 去沙漠 去骑骆驼 这个适合他们的世界观 我扯远 我没有说这个宗教不好的意思 我觉得你这个宗教 想要在现代社会中发展下去 你必须要进行宗教改革 但是我们看到 他的起步是遥遥无期的 所以我对他未来是比较悲观的 我们再来谈这个恐求 我从三定律的最后一个说起 来反驳第一条 三定律的最后一条 是富为七刚 这个富为七刚的恶劣之处 在于我前面讲过 是吧 他把所有妇女的价值 把天下一半人的价值 否定了 那么这个否定 其实恐求出于 这个男女有别的 这个生理差异 他也是出于当时 早期人类社会的 男犬社会的一个演化结果 因为华夏是一个龙根民族 这个龙根民族需要男人在田间体力活 来提供主要的人量生产 其实他是由生产人量的这个能力决定 就是男人的地位是因为他能够获取更多的这个日用能量 这决定了他的地位提高 女人其实也是比较冤 为什么 因为女人他要伤孩子 他要孕育这个 下一代 当时的情况不是现在有这个 避孕有节育有忧生忧育 是吧 像贡美一样来个计划生育 当时不是这样 当时 因为当时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比较高 所以育林妇女 他大部分的生 在他的人生时间中 他都是处于怀孕和间歇期和哺乳期的循环阶段 所以他们的生产能力肯定比较低 因为说实话 人类的延续需要通过母亲来完成 但孔秋不这样认为 孔秋的伦理中 他是瞧不起女人的 他怎么说的 唯一小人和女人是最难养眼 其实他是非常歧视女性 你注意了没有 因为小人在孔秋的眼里不是个好东西 是一个完全否定的东西 因为孔秋是一个二元世界的这种道德观 在他的道统系统中 最重要的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 这个我后面再讲 前面我提到过了 他是非常阴暗的东西 复杂人类社会 把它分成君子和小人 这样的话 他就忽略了整个社会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矛盾 就是纳税人和统治者之间的矛盾 怎么处理 他一个字都没提 他所有的都是君子小人对干 非常阴险 所以孔秋把女人打下十八层地狱之后 女人的地位指人是越来越低 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 汉朝的时候 女性的地位还是有一点的 比如当时有一个著名的诗人 汉副家叫卓文君 卓文君他是跟他前夫离婚的 他是主动解除婚约的 在西汉的时候女性是可以解除婚约的 我给你提出离婚 当时也离城了 而且卓文君单身了 这时候司马相都去追他 是吧 那这个是一个美好的爱情故事 在西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甚至我们知道在唐朝 因为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他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就是在中华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唐初的这段事件是唯一比较开放的 开放有很多原因 这个后面再分析 但是女性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包括从当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就是唐朝出现的中华社会 唯一的女皇帝 这个在其他朝来是非常难的 哪怕当时像石禧 像这个其他的太后 窦太后 王太后 赵太后 他都没达到这个称帝的这个要求 所以他是一个立万 唐朝的女性地位 但从这个唐朝之后晚唐 鲁盖石货开始 女性开始没有地位 这个之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就是佛教的一些东西 精欲的思想 其实华夏人他越精欲 他越不想做的事情 其实他内心中最想做的 他越是不想让男人看到女人的生殖性 我这个讲的比较粗 但是这是华夏人的内心的东西 但是他是越想那个东西 所以他想办法去不准别人去看 女人开始数字高额 女人开始过小教 是从这个五代开始的到宋代 包括后来的走向也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富威七纲他的一个结果 就是造成现在中华社会的男女严重的不平 他不但是家庭地位 包括社会地位 包括在各个这个场合 他都体现出男尊女卑的一种原则 这个成为一种比较卑劣的文化 这种文化里面蕴藏的是一种自然的不平的 这个是我前面说过了 是非常阴暗的东西 包括现在我们在网上经常看到 丈夫打妻子 暴打 但是这个妻子打了之后 过几天又回去了 他也被原来的伦理的东西束缚着 这在其他国家很难发生 因为这个男人早就做了 而且是重性 因为你实现家暴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但在中华社会 很多人还觉得天间地义啊 男人打老婆啊 所以他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现在如果说有女权主义者来反对男权 要提倡女权的话 我觉得你必须要反到孔秋的富威七纲上 这个是所有女权主义者噩梦 因为他的这套轮椅捆了我们两千多年 而且他产生了一种历史惯性 我经常说他是一种文化惯性 惯性是最强的东西 像两张车撞的时候 速度越快 时间越长 他撞的结果是越惨烈 所以在这个结果上呢 就产生了这个敌长子的继承制度 这也是由这个富威七纲产生的 因为这里面七是一七制的东西 然后他又产生了一个第二个东西 就是这个富威子刚 富威子刚是一个完全不讲道理的 一个否定自然法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在很多的宗教系统里面 富威子关系它不是由家庭伦理关系决定 它是由宗教学 是由神学决定的 就是说 个体的人 个体的 自由个体的行为 它是由 它的宗教的神给赋予的 它有两套 除了你这个家庭伦理定义以外 它还有一个神学的定义 比如现在基督教的这个定义 包括尼斯坦教也有这样的定义 甚至包括佛教 它也有这样的定义 它有转世人回学说 前世做猎 后世投胎 它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 那么我们现在比较接受的是 因为我当时很多年的佛教徒经理 我也比较研究过这个六道人回的转世系统 我现在比较接受的是 基督教富裕的这种 就是家庭伦理的定义 它是比较合适的 个体上应该都是由神创造 就是它的精神价值 它的社会地位 我指的是社会地位 家庭伦理上的产生 由父亲产生儿子 他产生了一种待机关系 这种待机关系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但是孔秋从来不这样认为 孔秋是怎么说的 孔秋说是父为子的 什么意思 你是我生的 你也要听我的 我说的不对 你也要做 我说的对 你也要做 不是不讲道理 没道理讲 只要我是你爹 所以他这套东西是很荒谬的 他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讲 而且孔秋本人也是用土刀说话 他是消灭言人自由为己的 所以这个父为子刚让所有的中华人 他就走在下行前 为什么 你的智商不许超过你的父亲 那智商只能越来越低 其实这两个加起来 还是没有第一个阴险 第一个是孔秋所有人理结构中 最重要的君君臣臣 因为君只有一个 君在孔秋的眼里是绝对真理 是天道 也是他所在的世界中的权力最大的人 这个就决定了 谁权力最大 谁就决定化于权力 所以华夏社会是一个权力即真理的社会 这也是孔秋人理结构 给他带来的一个政治正确 所以我今天必须要反对他 就跟现在习包子毛主席一样 纳漏一样 纳漏的红毛俗 习毛子的强国一样 他就是一个权力即真理的一个反应 这套东西来自于孔秋的这个君为成高 为什么 天下所有人都是成啊 中华人所有人他只有一个梦啊 传统社会是情死黄是死黄梦 现代社会是什么梦 纳漏梦 包子梦 所以你说这个社会人好吗 他是好不起来的 他所有人想法就是获得更多的权力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力 他不但要当人间的皇帝 他还要当华夏的教皇 我再说一遍 孔秋是一张皮 真正的杜财德就是那个绝对真理的人 以前是秦始皇 后来是汉武帝 现在是毛泽东 现在是习近平 甚至是下一位共产党的党会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的学术体系中 华夏选择近代转型的时候 选择共产主义 它是跟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有兴趣 请听下一集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